2月10日星期一九哥晚报 比特币要跌八成才可以买? 前两天说了比特币和TESSA 今天试试给比特币的意见 稍后再交代 首先说2月18日有个期指班新开了 用Skype上课 包括ETF的投资知识 有讨论组辅助学习 如果有兴趣去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在这个KRQ里看 头三位继续早了优惠 说回简单的新闻 上星期中国有超过20省和其他地区的企业 延长了春假 部份企业今天开始恢复工作 虽然有一些省和地区已经被通知 不需要在3月1日之前恢复工作 其实还有一两个星期 深圳的富士康原本计划 今天重新开放工厂 但由于持续的疫情 从开计计划遭到当局的拒绝 继续等 另外今天早上公布了中国的1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比上年升了5.4% 高于预期4.9% 还有上个月的4.5% 1月的CPI升幅是8年以来的最高 有分析员认为疫情展开了 由于物资缺乏 亦增加了食品和运输的难度 通胀数字回落的幅度 比以前预期的慢了 另外,有一个私募基金的调查发现 超过三分二的基金经理说 现在中国股票买入的好时机 上星期一的暴跌 让这些优质股份更加具吸引力 看回数字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完之后 上证也继续反弹 它已经连续5天上升 小时图20mA继续浪得很好 下一个目标应是2900多 因为今天公布的疫情数字也有改善 接下来的挑战可能是现在复工 人与人的接触多了 会不会再有下一波呢? 我相信可能是一个星期或两星期之后再观察的东西 港股今天下跌了百几点、160点 成交只有1000多亿 期指上星期已经到这里 我们说下跌的反弹到差不多一半 现在一直在横行向下盘整 今天早上回来时 开这个位置在10天平均线 到26,900已经有支持 但升到上去这些小时50 很快就过几个小时 到27,200已经开始有获利 暂时看269至272的横行 等下看中美股市的方向如何 就再决定跟着走 这也是做小弟的 标期上星期四见了顶后 现在正在运行调整浪 虽然星期五出了好的就业数字 也没办法帮助它推 暂时来说我们会看用4小时图 这些有个死亡交叉大约3330左右 下面已经去到3200 譬如这个50ma 3295已经是一个支持 今早一开始已经决定了 1.382的回调和调整 不知道为什么不深刻 因为今早还没公布官方的疫情数字 因为早两天有很多外国的确诊 令到情况好像差了一点 大家公布了似乎好了 由下面指数已经有很多买盘 我看这两晚的情况 我似乎想慢慢玩下去 到哪里真的有大盘买的时候才再上回 讲讲今天的主题 比特币为什么要跌八成才可以买呢? 其实我自己在这里提醒了一个人家的标准 不是我自己没这么欲酸的 过去8年的比特币的历史 我只是想大家看下跌幅那一栏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13年15年的时候曾经有两次跌八成 为什么是八成呢? 其实是从这里得出来的就是 跌八成买了就不一定赢了 就是说过去好像最大的跌幅是八成 如果从高位跌八成的时候 上升的机会会赚很多的 譬如$45买 然后再过一年就变了$700多 $150多买就$1300多 如果你是敢买$3000多买 不知道会不会是$30万 我开玩笑就是这个 譬如以前的纪录是这样的 但现在就不同了 上升幅度到底有多少 是由市场去决定的 这里最下跌就是我们在说17年底 我当比特币是爆波的 差不多是$20000的时候 当时你去GoogleTrend一搜寻 立刻发觉全世界都在找比特币 为什么呢? 不用做事买比特币就搞定了 坐了一个小时可能又不知赚多少 当时一跌下来 其实这里分开了两个 不知为什么分开两个 但我自己看是$20000跌到$4000以下 大概跌了八成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做法 就是有时候跟人说笑 跌八成我就会参与了 其实可以看回我们上一次 比特币去到高位的时候 在周线图上 比如说大概$14000左右 它由这2万达到$3000 然后上升 我们上升就算不到可以涨多少 你下跌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从$14000跌到$8成 差不多是$4000左右 你自己乘下的数据 那应该要$4000以下 但是呢? 你再看这个表的时候 我又发明到... 不要发明了 又找到另外一个 除了一个八成之外 还有一个神奇数据 就是说$4000也可能可以 很多时候跌到$4000就已经可以涨上去 $3-$4000其实是一个平均数 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从$14000跌到$4成 大概$8000就已经是见底 其实跌穿了$7000多 跌到$6000多 即是$8000已经可以再上升了 我不是说要大家买 你问我原来有高位跌到$4成 或者$8成两个不同的位置 如果你现在买觉得会涨上去 结果它不是产下来真的去到$4000 那现在这个$1万能顶不顶得顶 这些就是所谓的八成 和四成的参考 玩这些就很大注码 我这些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现在纯粹参考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人 其实都可以少去参与一下这些加密货币 其实我上一集说了 有关加密货币、比特币、虚拟货币 那些课题大概也有提到 有时候我会说 这些工具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投资价值 不要投资价值 可能也是有价值的 我说你譬如把自己的实质资产的总额 一部分 假设你有$100 你放$1、$2 有些人甚至乎$3、$5这样放下去 投放在这种产品里面 然后预计了全部都会输掉 $1、$3都没有了 在$100里面就没有了 然后你买了进去的时候 就当是持有直到永远 或者不要直到永远 升10倍就可以拿出来赚钱 升两倍也可以 这些都是一种 我们当是投资组放了一些东西进去 你当是买保险也好 突然之间爆升也好 也是一种概念 我绝对不支持人 就是说$100就放了 $100甚至借钱来买这些东西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聊家当产 不见了很多钱 所以这些是绝对不会建议的 纯粹说这是一个概念 你如何用一些很少量的数目的时候 自己可以做到一些 到时升我又有份 我又有一两个 这样你又可以有份参与 这个概念完全不是任何的产品推介 其他产品自己去搜集 或者有任何朋友喜欢的放上来 下面的留言 大家去参考也可以 所有这些意见都是作一个学术参考 并非任何投资建议说得清楚 其他有问题的可以大家提出 我会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